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4.5%至4.75% 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之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鲍威尔说过去年美联储采取了有力的行动 他说将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货币政策的限制性 美联储继续预期持续的加息是适当的 以达到充分的限制性立场 他强烈承诺将实现2%通胀目标 他强调物价稳定是经济的基础 美联储官员们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关于当前的通货膨胀 鲍威尔认为反通胀进程处于早期阶段 预计通胀将继续在往住房服务领域上升 然后下降 但在不包括住房的核心服务业中 还没有看到通货紧缩 纽约市长亚当斯今天签署 Skip the Stuff 忽略抛弃式餐具法案 将禁止餐馆为外卖单 主动提供抛弃式餐具和纸巾 除非顾客主动要求 该法案将于7月1日起实施 首饭将被罚款50元 数据显示 纽约市每年至少花费4200万元 处理抛弃式餐具和容器垃圾 而且疫情以来 外卖大量增加 更加剧了垃圾处理的负担 亚当斯表是忽略抛弃式餐具法案 将减少垃圾填埋中塑料餐具的数量 让纽约市的未来更加绿色环保 亚当斯同日也签署了另一项法案 将设立项目为残障高中生提供住宿协助 以适应高等教育 并确保纽约市残障高中生 在过渡到大学时期 可以获得所需资源 他表示教育系统长期以来 无法满足残障学生的需求 对于残障学生来说 通过高等教育取得成功 不只需要按时上课学习 还需要获得住宿等必要的协助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总统普京和总统拜登 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对俄国而言 当前主要目标 是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 及目标能顺利实现 另一方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批评 美国破坏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执行原则 美国国务院早前向国会提交报告 指俄方首次违反条约 疑似阻止美国对他们战略设施进行核查 赞哈罗瓦回应指 指条约的原则框架是安全不可分割 但美国单方面退出大量协议 及背地里从事抑制俄罗斯的活动 知情人士透露法院已经批准Meta Platforms 收购虚拟现实初创公司 We think Unlimited 加州圣河西地区法官达维拉 今天在一份密封的裁决中 拒绝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初步禁令请求 但该法官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令 禁止Meta在一周内完成交易 以便留给委员会时间决定是否上诉 据此前消息 去年7月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Meta 称收购We think的交易 将使Meta获得竞争优势 并帮助其在虚拟现实市场建立垄断地位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晚前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主听 神花 孙玲 刘子 当行 衡方 联决楼 像 棉花 孙玲 紫玲 動画 孙玲 金 鲜花 孙玲 紙玲 浅 赞 园 金 恩 箇丝 酱 氏玲 开 孙玲 洁花 孙玲 虞玲 虎玲 金 氏玲 毕围 紫玲 鲜花 孙玲 酒玲 丝花 我们有免尊重 形容 数 困 紫玲 葱 鱼 蔡 金 刀 磇子 滟 酷玲